画面上嫌犯看完表后假装要上厕所 却突然朝店员喷辣椒喷雾气土刑抢 这起抢案发生在台北市新医区 这名王姓嫌犯在网路上假装要买高价名表 与店家约定到店里查看表况却趁机刑抢 幸好有热心民众合力将抢匪压制在地 线上警网也火速赶到现场将嫌犯当场逮捕 经初步了解案情后即与上厕代凡所侦办 经查为王姓犯嫌日前于网路上扬称购买高价手表 约定于29日14时至该店确认表况 过程中假借如策 起身拿取浴藏辣椒喷雾气 朝店员脸部喷洒并推倒店员脱逃 经店内客人及周遭邻居 闻声帮忙压制犯嫌 警方线上警力亦赶顶现场将犯嫌上铐逮捕 警方深入追查发现还有一名接应共犯 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在苗栗县将这一名红姓共犯逮捕到案 令警方深入追查查有一名接应共犯在逃 经分析调阅各项资料 于30日凌晨20许 于苗栗县造桥乡雪府路 查获同案同姓犯嫌 讯后两名嫌犯被依强盗罪嫌移送法办 新一分局方面表示 针对不法犯罪行为将持续展现强势扫荡作为 在岁末年终之际 有效保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